第三题 这蛮简单 同一篇三 设定什么呢 这个Chill 1到3 然后跟4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所以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本来的位置 假设本来的位置就是撑撕不起 就有高有低好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4个 特别是Chill14 哪几个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你可以透过选取窗格里面 你可以看到你只要点选选取窗格 你只要点选其中一个 它这边就会有物件的名称告诉你 好不好 是第四 然后第一在哪里 第一的话其实点它一下 它框框就出来了 然后是第三 第三在这里 第二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要全部都对齐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4个一起选取 那选的方法当然几种 第一个要不就选这边按Ctrl键 另外有个方法 其实点这边也可以 就是你如果不选那边 你点这边也可以 OK 然后选完之后的话 直接从上方的格式 格式里面就会看到有个功能 叫什么对齐 对齐 那你就对齐哪里呢 其实基本上这应该是水平线嘛 所以不是水平至中 水平至中 所以记得是往下 靠下对齐 它就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面 OK 所以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他们四个把它对齐的话 第三题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然后投影片3 美妙的音乐这个 它左侧 插入一个什么 动作按钮 有一个声音 所以一定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喇叭的形状的一个图案 然后大小 大小这样的 位置 位置在哪里呢 从左上角 它有一个位置的一个 相对位置的一个单 是一个水平是2.03 然后垂直是这个 然后再输入替代文字 并且的话要有个掌声 并且把图案 稍微样式变更一下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切到PPT里面 底下的话 在这边要加一个动作按钮 所以插入 找到图案 各位找一下 它在最下方 所以往下卷动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类似像喇叭的一个形状 就这一个 有没有 动作按钮声音 就这一个 然后请你在 那个 左下角拖拉一个 这个 一个这个按钮 那你会发现 他预设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预设就是鼓掌 所以你按下它 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没有声音没有喇叭 所以理论上应该按下它 它会有个鼓掌的特效出来 所以只要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就完成 完成了 它要的这个动作 跟鼓掌的动作 还有大小 位置 替代文字 还有样式 总共还有另外四个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大小 大小在哪里设定 其实这边就有大小 有没有 只是说大小之外还有位置 位置之外还有替代文字 其实特别重要 它的位置跟替代文字在哪里 请你找到右下角有个小箭头 就在这里 有没有 机关就在这里 按下它 有没有 按下它 这边就出来了 那你会看到这边是大小 这边是位置 这边是替代文字 一二三 所以你就分别怎么样 把它的高度 它的宽度 这两个填上去 位置的话 按照它的要求填上去 然后替代文字也分别把描述部分输入上去 那这个部分就有大功告成 ok 因为这个数字太多了 请各位自行填好了 主要在这个位置 那我干脆 最后的话 样式部分 请你找到什么 它要橙色 所以橙色应该是这一个 橙色 色彩填满 橙色 辐色 所以是这一个 把它点下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的话 完成这个动作 那就大功告成 我干脆直接拿那个完成档 这个 这个来 假设做完的话 应该是长这样 反正按下它 它会鼓掌 然后它的大小 这个大小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从格式里面 这边点下去 就是按照题目要的 2.29 应该是吧 然后3.01 还是 不对 高1.84 反正这单位的话 自己再填上去 所以这个 就高1.84 如果不是的话自己填 然后2.25 OK 然后另外的话 位置部分的话 你就把这个缩小 然后它的位置部分的话 就是水平 水平 水平多少 水平2.03 15.27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2.03 然后垂直位置是什么 15.24 OK 那这样的话就OK了 那你会想说 到底这个单位是怎么来 其实水平就是从这个基准点在这里 是不是选错了 到这边2.03 一直往下 到这边才是15.24 看一下 这个地方 OK 没问题 里面的话就输入替代文字 替代文字输入上去 应该输入在这里 至于输入什么 请各位自行再输入一个 OK 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就第五题 头影片4 刚再看一遍的话 就是跳到第一张头影片 并且播放鼓掌 那所以 最后一张这个 当我按下再看一次的话 我按预设 预设这边点一下 它没有 它现在就结束了 所以它希望怎么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怎么样 它可以 跳到第一张头影片 并且有鼓掌的音效出现 那怎么做这个效果 把这个关掉 反正视窗变得太小 这也可以把它关掉 好 接下来的话 选取这个按钮 再来的话 请你找到什么 找到 在这边找到插入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动作 插入动作 OK 如果我要跳到第一张头影片的话 就选取它 然后找到插入动作 动作部分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要做什么 按下滑鼠按钮要做什么 跳到第一张头影片 所以选第一张头影片 也就是说按下它 它会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就从第一张开始 OK 播放声音的话 请你把它选择什么 选择鼓掌 这边有鼓掌 鼓掌在哪里 在这里 OK 这样的话 就完成题目要的效果 就是按下它 它就跳到上面去了 你去播放给各位看一下 按下它 从第一张开始 实际上背后应该是有个鼓掌效果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已经完了 最后还剩一几 我把这个讲完好了 OK 那最后的话 就是在右下角插入一个什么 终点的图案 终点图案 然后大小 1.08 2.25 跟刚好一样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 切到这一张头影片 那终点 那终点 请你再插入图案 跟刚刚一样 那 刚刚是插入这个声音的部分 那终点 终点应该是我印象中 是这个 这个 动作按钮 等于是最下面的第四个 等一下 然后在右下角拖拉一个按钮 大小先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它按下它之后的话 就是什么 结束放逸 结束放逸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个 对 结束放逸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分别再去设定它的什么 按确定 再去设定它的大小 所以点这个 大小的 右下角这个小小按钮 设定它的大小 这个高跟宽 然后再来就位置 这个我想自己填一下 应该 然后描述自己填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有点像填空底把它填上去 最后的话 图片样式 就是什么 鲜明效 橙色 辐色式 在哪里 点它 图片样式 橙色 橙色是哪一个 这应该比较像咖啡吧 橙的话应该是这个 这一排 色彩填满 橙色 刚刚有辐色式就这一个 所以点它一下 OK 辐色式 没错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完这一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最后把它存档一下 把这一集 有问题吗 没有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按照上面给的讯息 分别完成就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一集的话我是觉得 最难的应该是在 这一集的第二集吧 因为第二集要按一下进场 然后那个Dancer 它就会自己慢慢慢慢就飘过来 感觉有点像 倩女幽 飞进来那个效果 你可以慢慢飞 然后 也许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106的变化体里面 也加一些动画上去吧